7月的最后一天好久不见跟大家又见面 那最近的话也是比较忙 虽然说是暑假 但是很多孩子其实两个月以前已经开始申请学校了 那快一点的小朋友 我自己的学生里面 com app已经快做完了 所以如果说你的小孩还没有开始的话 或者说还在纠结说 我要申请多少所大学啊 我要申请哪些大学啊 等我确定了以后再开始了 那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小朋友应该加油了 那今天的讲座的话 首先我们会有一个扫盲式的讲解 一个是Code 101 我们会讲到不同形式的大学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重点会go over这个application.1 因为每年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在这个确定学校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是关于这个ED啊 EA啊 REA啊 SEA就是我们的single choice CEA还有RD 这些这些这几个不同的 Deadline的区别 包括说你要怎么去选择 一些EAED的学校 还是说这个学校我应该做RD 那最后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code list上面 会go over一些strategy 和一些经常常见的一些错误 那我们先从college文的文开始 那大学的分类 一般来说我会用这两个分类 公立私立 或者是我们说的national versus这个文理学院 negal art 那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 它主要的区别 其实是它方明的来源 它的这些这个资金 那公立学校的话 大多数我们知道 它是由这个政府支持的 比如说我们的UC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UiUC Universal Mission 这些都是中立的大学 他们的资金的主要来源 它其实是州政府的支持 那私立学校呢 它的资金 其实主要是来源 是它的这个一个是turation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校友 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一些捐赠 那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 一些主要的区别呢 包括首先一个是你的这个费用 费用这一块 尤其是对如果是州内的学生来说 这个费用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们上UC和上私立学校 这个整个的费用可能差到好几万 那另外的话呢 是我们的major choice 很多的公立学校 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美国最大的大学 那排在前面的全部都是大型公立学校 那大型的公立学校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major 其实我们在看我们的UC的时候 会觉得会 已经会觉得说 UC有很多的major 但是实际上UC的major 跟别的州的功率比 它其实并不算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看看这个University of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nnesota 这几个学校包括Texas 这几个学校 它的很多的 它的major choice 甚至比我们的UC还要丰富 所以公立学校呢 因为它大 所以它的分类也会很多 那包括说有一些 trainning性质的一些major 比如说accounting accounting这个在我们的UC里面 它是作为一个minor UC是没有accounting 这个major的本科来说 但是在很多的 其他州的公立学校 它甚至是有这样子的一个major 包括说UC并没有 这个sports medicine 这样一个major 但是其他的很多公立学校 会说一个这样子的major 那私立学校的话 相对来说 这个major choice 会稍微少一些 那class size和demographics 这个是很明显的了 咱们大公校最大的特点 就是课大 Berkeley最大的课 700多个人大概 我自己上UC的时候 我本课的时候 上过最大的课 大概400多个学生 那人口 就是这个demographics的方面的话 公立学校大多数 还是以本周的学生为主 那尤其是几个 比较著名的这个公立学校 比如说我们 大家熟悉的这个UT Austin 是一个很多 学engineering的学生 会去申请的一个学校 那每一年的话 我都会有很多的 这个CS engineering的 小朋友去申请UT Austin 那大家都需要 有一个准备 就是说UT Austin 这个学校的特点是什么 它90%的学生 是Texas的本地的居民 OK 它只有10%的学生 是out of state 加上international 所以这个pool 能够给到周外学生的这个pool 非常非常小 这个pool的竞争 非常精烈 所以它对本周学生的这个路区 和对外周学生的路区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标准 所以多多了解一些 这个学校的这些 population的这个组成 其实对学生 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私立学校的话 它在这个学生的方面 它就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diverse 当然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也是turation的问题 它的turation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financial aid 在私立学校的话 它可能会有更多的 一些独立的 一些private的这个fund 包括Maric Scholarship的支持 那很多的私立学校 它也是claim说 OK 我们是fully cover your financial aid need OK religious affiliation 这个的话是 要看学生自己 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愿 因为很多的私立学校 OK 私立学校 以前很多是教会学校 那所以有一些孩子 他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他会比较care 这个可能他本身 是有一些宗教信仰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些跟宗教有关的 一些私立学校 他会在本科的时候 设立很多的 跟宗教有关的课程 这个是必修课 那有的学生 像我去年就有一个学生 他因为这个原因 他没有申请 他本来想要申请的 一个private school 那这个也是 他自己 学生自己的一个 personal preference 他不想在这个 这个大学的阶段上 他对这方面 可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这个的话 也是在选学校的时候 需要比较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的话 比较常见的一个分类 就是我们把大学 分成这个national和 这个nival art 那national university的话 他有功利 有私立很多 比如说像 Cornell 像我们这些藤校 这些就是私立学校 那我们的UC 他就是工地学校 那national university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其实主要是 他对这个research 这个学术的 这个重视程度 所以那这些 lival art学校呢 他其实注重的是 对这个学生的 这个人的一个培养 包括说 它是一个比较偏 well-rounded education 那lival art school的话 他们的学生 在进graduate school的 这个比例 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 有原因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national university 和这个我们的 lival art school的 这些主要的一个区别 那national school 刚刚有提到说 他们比较偏重research OK research research 像我们进到 这个比较好的 学校的学生 比如说 Penn 比如说 Cornell 比如说 MIT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这些学生 全部都有research experience 在高中的阶段 那lival art school的话 他刚刚也提到说 well-rounded education 这个也要学一点 这个也要学一点 你要学会做一个 会思考的人 你要学会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OK 那national school的话 它 emphasis on graduate study 那national school的话 它是有这个 PhD program的 那很多 lival art school 很多是 到master OK 有的有PhD 但是不是那么的 很多人不会选择 在lival art school 做这个PhD 那它比较 它主要的focus 会在它的本科教育上面 那national school的话 基本上都是 比较大型的学校 那lival art school的话 是比较偏小的学校 而且可能 比我们的一些 功力高中还要小 所以这个的话 其实在选择的时候 也是要看学生的 这个想法 那比如说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就非常特别的说 说OK 我要进的学校的 这个population undergrad population 应该在5000到1万人之间 OK 所以是一个mid-sized college 所以这个是 这个学生的 非常specific的一个preference 那有的孩子的话 他就无所谓 或者是有的孩子说 我就是想去大一点的学校 我就是想去认识不一样的人 所以这个也是 学生自己的一个选择 那national school big lecturer was TAs 所以在 如果我们的小朋友 进到national school的话 他们一定要学会 怎么survive 在这些大的课里面 怎么去survive 有的时候 比如说 你上到一个 有400个学生的课 教授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教授也不会去点名 他没有时间去点 那400个学生的名字 那你如果在听课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问题的话 可能你会有机会 说跟教授去探讨 那我们的很多 这些大型学校的 这个national school的课 他都rely on TA 所以TA是在national school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LAC的话 他很多的课 他其实是这个 我们说这个 seminar style 是discussion based 所以有的学生 他可能会比较 enjoy这种 这种氛围 所以他可能会比较 偏向于 申请一些这样的学校 但是有的孩子 当然这也是跟 学生的性格有关系 有的学生觉得说 我只想当一个小透明 我想好好学习 但是我想当一个小透明 那可能他会比较 偏向于去大一点的 这个national school 那另外的话 我们的national school的 在这个名气上面 还是比这个LAC 要达一些 从 average来讲的话 对 我们熟悉的national school 会比LAC要多很多 OK 那 liberware school的话 它的好处是 竞争方面的话 比较小一些 那如果说你对leadership 对一些不同的 activity有兴趣的话 那liberware school的话 可能会比较容易 达到一些这样子的机会 那 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的national school 如果你是很喜欢sports OK 那national school 那绝对是你的 这个首选了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 这个 Florida 比如说 In the city of Florida 比如说我们UT 比如说我们的UCLA 这几个学校 都是big on sports OK 那 LAC的话 liberware school的话 它的sports方面 可能更偏向于一个 这个 休闲运动 但是在 liberware school的话 它学生其实是可以得到 这些教授的 individual attention OK 你上一个课上了以后 老师会叫得出 每一个学生的名字 他会认识每一个学生 那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当你需要去申请 graduate school的话 你的推荐性 可能会占到一定的 优势 在这方面 OK 那介绍完了几个 不同种类的大学 那我们就进行到 deadline一部分 那大学的deadline 分这么几类 EA early action early action 一般来说 它是在early november 那Georgia Tech的话 这个学校比较不一样 它是10月18号的EA 这个也是每年 让我们比较头疼的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 它比别人都早 那 decision date的话 一般来说 在12月中学的时候 学生就可以拿到 这个 decision 那它不是binding OK 所以你如果说 申请了一个 EA 你进了的话 你不用 不是一定要去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 然后到第二年 所有的结果出来 以后我们再做一个 决定 所以这一点的话 对学生来说 在做决定方面 会轻松一些 那比如说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Albert 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有这个 EA的一个学校之一 很多的 其实很多的大工校 都是 那除了 UC是没有EA的 很多大工校 它其实是有EA的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它甚至有ED 当然工校里面 有ED很少 那ED 叫early decision OK early decision 它的deadline 一般也是在 10月底 11月初 那decision date 也是 大多数在 12月 那去年 因为特殊 情况特殊 有几个学校 推出了一些 那binding yes OK 什么叫binding binding就是 你进了 你的ED学校 你一定得去 这个是一个 你的 你的commitment OK 那exclusive 是的 什么叫exclusive 你只能申请 一个学校的ED OK 那example Columbia Penn Cornell CMU 这些都是 ED的example REA 这个有一点特别 它叫restricted EA 为什么叫restricted呢 因为你只可以申请 这一个学校的REA OK 你不像EA EA的话 你想申请 能申请多少 那REA的话 你只能申请这一个 但是它的好处 是它不缓你 OK 它不缓你 你不需要 make commitment Harvard OK restricted EA 那single choice EA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和我们的restricted EA 是很像的 当然不同的学校 它会有些不同的规定 等一下我们会 go over 那single choice EA的话 它的deadline 也是10月底 10月初 那decision deadline 是这个 middecember 12月中旬 不binding OK 但是 Yes exclusive 你只能申请这一个学校 ED2 ED2呢 是我们第二轮的移地 那第二轮的移地的话 它其实它的这个deadline 和很多学校的RD 就是regular decision 是一起的 OK 它大多是同一天 或者是差不多的时候 那ed2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策略上的选择 那ed2和ed1来比的话 如果说ed1是你绝对想去的 那个学校 我非常对这个学校 非常有passion 这就是我这辈子 最想去的大学 OK 那ed2的话 更像是一个strategy ed2的话 因为它单位在后面 所以很多学生是选择在 ED1的decision拿到以后 它如果入的不是特别理想 它可能会选择再去申请 看看哪个学校 它可能申请ed2 会给它更多一点机会 OK 所以ed2其实是从strategy上面 的一个选择 那binding yes 因为它是1D 它还是1D 虽然它叫ed2 那exclusive yes 因为它是binding 所以它是exclusiv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有这个1D2 OK rd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这个regulate decision 这个就是每个学校都有的 这个 一个 一个 deadline 公立学校的话 大概会比较浅一些 比如说像uc的话 是10月底 OK 那私立学校的话 会想稍微靠后一些 到1月份 那它的decision date的话 大概是march OK notbinding 因为它是regulate decision notexclusive 你想申请多少 就申请多少 OK 所有的学校都会有RD OK 那很多人会 对这个 REA和 single choice 也会有一些疑问 OK 它们到底是怎么样 用reward的 那OK 我们先来看 他们会 他们其实它是叫restricted 或者叫single choice 的原因是 你在很多情况下 你只申请这一个学校 那比如说Habber Habber的话 你如果申请Habber的REA的话 你不可以申请其他 私立学校的这个EB 不可以申请其他 任何公立学校的EB 不可以申请其他 私立学校的EA 但是你可以申请其他公立学校的EA OK 也就是说你申请了Habber的这个REA的话 你可以去申请Universal of Michigan的EA 但是你不可以去申请另外一个私立学校的EA OK 比如说MIT OK 那Habber的话 它的这个policy是一样的 Stanford也是类似的policy 那Notchardom的话 它的policy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说你申请了它的这个early action 你还是可以去申请别的私立学校的EA 你也可以去申请别的public school的这个EA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每一个学校 每个学校有不同 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不同的规定 那学生在申请的时候 其实要去 要根据你的school list 要去做一些research 尤其是你的school list 如果有儿爷或者是single choice EA的学校 那这些个申请不同的代案 到底有什么好处 到底有什么缺点呢 首先EA EA的优点是 你可以早早地拿到通知 就给你一种安全感 我拿到至少我知道我有学校可以去了 在12月份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结果 那它的缺点是 首先是它的代案很早 那你要很早就要开始准备了 另外的话 其实在accept rate上面 它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 尤其是相对于ED来说 那restricted EA的话 它的优点当然也是你可以比较早地拿到这个通知 那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去compare你的financial offer 不同的financial package 因为的确是这个缺费这个东西 对很多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均的负担 所以申请了这个不用没有bunding的这个decision的话 你后面的话不同的financial package offer过来以后 可以有一个比较不像ED的话 你必须也去 那它的缺点就是这个REA的这个competition 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 它可能是exclusive 像我们刚刚gover到的那几个学校 你可能就限制了你申请其他学校EA的一些机会 那single choice EA它的优缺点 其实和我们的REA是一样的 那我这边就把它skip掉了 ED early decision early decision的话呢 这个很特别了 首先一个是它在这个acceptance rate上面 是有很大优势的 但是你看这个以后之后我们会讲到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申请ED的 等一下我会比较详细的讲到这一点 那另外的话在ED这个run的话 对admission officer来说 这个是他们今年录取的一个风向标 OK 它这个你的ED pool 代表的是今年你的录取的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quality OK 它大概心里面会有数说 看了这些申请以后 心里面有数说OK 今年的申请人 大概是这什么样的program比较多 它会有一个expectation 那这个在它的enrollment management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所以在这个ED的话 ED run的话 admission officer会比较仔细 比较谨慎 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用心的在做你的early decision的school的话 admission officer是可以看出来的 OK early notification of course 12月份你就可以拿到结果了 那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 首先一个early deadline again如果说小朋友有拖延症的话 我是绝对绝对会要 会要一般会要学生 你想清楚你到底在ED的代表之前 你的 做多少所学校 那另外是ED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ED的话你是没有机会去compare你的financial aid package 如果说financial aid对你的家庭非常重要的话 ED的话你只有这么一个选择 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学校是你必须要去的学校 也就是说如果之后你可能进了一些别的好的学校 也是你很有兴趣的话 就没有办法反复吧 ED2 那ED2的话 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在这个accentrate上面 那好处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因为它的代表你刚刚已经讲过了 大概和RD是一起的 radual decision是一起的 那但是它和RD比的话 你的这个decision会来的早一点点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缺点的是它有可能比ED1还要selective 为什么因为这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备胎吧 再加上第一轮申请结束以后 大家有的学生生的是比较好的学生 他没有进到他想进的学校 这个时候他会退而求其次 选一个第二号的学生 那这个其实是无形之间加纳这个这个tool的竞争 那again ED2因为它是binding 所以没有机会去compare你的financial aid 那也是他其实在和RD比的话 他没有一个可以reduce这个学生的workbook 因为他还有一般学生在RD的这一段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学校需要申请 那最后RD OK 就是我们的regular decision 就是最regular的那一个 很多时间去准备相对来说 因为晚一点的话 比如说1月份甚至有2月份的学校 2月份单来的学校 所以相对来说准备的时间会充足一些 尤其是有一些学生 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学生 SAT SAT还没考完 还看着这个8月份 8月份如果没报上的话 可能还得去考10月份的那个 还没准备好 所以在前期的话 他准备culture application的时间 其实是被这一块给提掉了 包括说我自己有些学生 他来之前 前面三年基本上没做什么tipping 比现在在乐阶段 所以这些孩子的话 他的时间其实提掉了很多 那所以他在准备这个culture application的 这个时间上会非常的有限 那申请RD的话 会给这些学生很多的时间 那另外的话RD的话 因为他这个是在 这些在1月份之后的学校 如果说我们的学生需要用12年级 第一学期的成绩来补他的GPA的话 他还需要考虑申请RD OK 有的学生的话 他可能他的GPA已经成行了 在这个11年级结束的时候 那有的孩子的话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成绩不够好的话 他需要用12年级 再努力一个学期来补上他的这个GPA 那这种学生的话 也是应该去申请RD OK 缺点的话就是 你是最后达到你的结果的 所以从大概1月份 2月份开始吧 2月份开始 一直到这个4月份 学生都生活在一个不安的情绪当中 每天都在 可能每天都在听旁边的人在讲说 我进了哪个学校 我进了哪个学校 然后这边的话自己 要不然就可能被reject 要不然这个学校的结果还没有来 OK 那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这种感觉 我申请UC的时候 我被所有的UC剧掉 最后就去了Berkeley 哇我好烦二赛 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你想要的学校的offer 可能是后面来的 然后你前面的学校 全部是被reject掉 那个心理压力非常大 对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 觉得说我还是申请一些 儿女的学校 至少我可以有一个保险 对 那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RD的话 大家可能有从去年的 这个人选来看 也看出来说 这个申请的人数 是多么的可怕 所以我们的RD的话 现在的话 这个进准也是比较激烈起来了 OK 那这边的话 大家就看到了一个 一个到底 我们一直在说 OK 我申请ED 可能会有这样的advantage 那的advantage 其实主要是一个 exemptive rate 那在这个录取率上面 大多数学校能差到 这个ED和RD的这个 录取率能差到两到三倍 多一点的可能能差到四倍 比如说Colombia OK Colombia ED18% RD9%4 录取率 OK Cornel 23%6% 这个也是差得很大了 Duke 15%和7% 就差了两倍 NYU 28%14% OK 那Pen的话是18%6% 然后Vanderbilt 20%和8% Pen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它的大概 大多数学生都是从ED这个RD入进去的 OK 但是不要盲目的申请EDEA OK 这是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就来讲到这个 你到底要怎么样去build一个college list OK 首先一些strategy 那research research research 这个是从 如果有参加我们 约份的这个webinar的家长 可能会记得说 当时我们在推一个workshop 做我们的新年workshop 其实从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第一个workshop开始 我们其实就在 很着重 在讲这个research 怎么样 另外我们会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专门的一个 college research 的一个workshop 给我们的新年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research呢 我们选学校的时候 首先一个 我们要做college fitness 这个学校到底适不适合你 我们选学校不是选一个 只是排名靠前的学校 我们要选的是一个 适合学生的学校 你在这个地方 你会不会快乐 你作为一个高中生 你在这个高中阶段 你能不能去想象说 你在这个学校里的四年的生活 因为你能在这里待四年 深中 OK 那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学生 为什么一定要 要花时间 去研究一个学校 不是说 哦 他在U.S. 上海的ranking好高啊 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campus location OK student door 所以这些的话 其实都会关系到你的 接下来的四年的 幸福生活 OK 那increase motivation 我自己的很多学生 好几个学生 在看完学校以后 就觉得说 哇 我喜欢这个学校 这个 我一定要申请 这个学校 这个 我可以想象 我在这个地方 生活的样子 那这个其实是在他们 参加完这个学校的 这个webinar 包括了这个campus tour 以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所以这个其实是 对学生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甚至我现在自己 我现在正在带的 马下十一年级的学生 这个暑假 已经去参观学校了 OK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们的bottom line OK 为什么叫research学校 因为很多学校 有这个writing supplement why us 为什么你要申请我们学校 为什么你对我们的mejor感兴趣 你觉得我们的学校 在哪些方面 可以帮助到你 那这个的话 你如果不做research 你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回答一些 这样子的问题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做research OK 那另外一个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你选择学校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个 初步的有一个 可能你从 这个同学那里 爸妈那里 朋友那里 包括consultant 那里会听说 一些不同的学校 那你要去 对这些学校 做一个筛选 选出来 你可以进入学校 对你来说 有一些难度的学校 对你来说 很安全的学校 比如这种 可以做这个 backup 备胎的学校 那你要怎么去做一个 这样的决定呢 首先你要看这个 你要研究的是 这个学校的 这个每年的 尤其是近年的 这个录取的 这个学生的GPA 还有他们的SAT SAT range OK 我这里说的 range 不是这个 average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看的是 我会建议学生去看 那个 higher end 不是那个 low end 尤其是 如果说你的目标 是一些比较 compative的 major的话 你更应该看的是 那个higher end no competitive major 包括 engineering compare science any engineering compare science biology business OK 那 scattergram 这个是这个 现在我们的高中 基本上 很多都是在用 navians navians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scattergram scattergram 这个东西 是把近年来 这个学校 进到某一个学校 比如说 connagget-mallon 进到 比如说 Multa Vista的学生 进connagget-mallon 的这个数据 把它放在一个 scattergram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spot OK 每一个点 它会代表一个学生 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 还有被这个 这个不同 被拒绝的学生 那么你自己 可以清楚地看到 你自己在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OK 那还有一个 是matricul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在近年 你们学校 有没有人 进到某个大学 有多少个人 进到某一个大学 你为什么需要 知道这样的信息 有的大学 它很明确地表示 如果你 你这个学生 OK 这个申请的学生 你的这个高中 在之前 我们没有收过 你的高 这个高中的学生 或者是 你的这个高中的学生 可能 可能就是 他对你的这个高中 没有足够的了解 对你的这个高中 高中的学生 没有足够的了解 如果他 他没有一个 这样子的联系的话 你很可能会被 这个大学 放到 waitlist上面 OK 这个是 这个是在 很多的 college fair 里面 admission officer 有明确表示过 他如果不熟悉 你的这个高中的话 或者是 你们的高中 曾经有人进 没有去的话 你很可能会被 放到 那个waitlist上面 所以这个也是帮助学生 来做一个判断说 OK 我在这个 申请这个大师的机会 到底 大不大 可不可 OK 那最后的话是 你需要一个 overall profile evaluation 什么叫 overall profile evaluation 我们的学校 现在都是 holistic review 他 你 整个 profile上面 你 every single piece of information 都会 决定 你的 最后的 录取的结果 所以你不是说看 观看 这个 OK 我GPA好高啊 或者是我IC考的好好啊 我的number好好啊 我AP上的好多呀 然后 或者是 有的孩子 会觉得说 哦 我有参加这样子的 我参加那样子的 那我们需要 把所有东西 都放在一起 来做一个 evaluation 那这边的话 其实也会提醒到 各位家长和学生 如果说你身边的人 比如说 某某某家的孩子 他可能GPA多少 SAT多少 他就能进到 某一个学校 不要太去相信 这样子的一个 story 为什么 你不知道 他所有的profile 你不知道 他的writing skill OK 你不知道 他对这个学校 他申请的 那个学校 有多少的了解 所以 所以这个的话 就需要 这个 从一个各个角度 去判断说 OK 这个学校 到底是你的 rich target 那在ranking和 major方面 我们要如何 抉择呢 那首先一个 是 我知道 现在近年来 我碰到 学生里面 大多数 他其实 还是比较 注重这个 major 那其实我也是 建议 学生 在 在 偏向下 major 的ranking 而不是 这个学校的ranking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对 首先一个 他对你的 admission的这个 难易程度 是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他也会 影响到你的 最后最终的 learning outcome 和你的在 整个大学阶段 的学习的 这个resource OK 所以 在 在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 学生还是以这个major ranking为目标 一个overall的 一个 一个ranking 那 最后的话 是 建议大家 在选学校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 family meeting OK 所有的人 都一起参加 包括说 对这个location啊 包括说 对你们的budget 在这个预算方面 需要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概念 因为 这个的话 我一直说 除非是 非常相信孩子 OK 我的确有这样子的学生 但是 大部分的家庭 还是把这个 作为一个 还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整个家庭的一个决定 OK 有少部分学生 他们是 的确是自己 可以做决定的 家长是完全放手的 OK OK 那 精彩的部分 这个是 我们在 订scholas的时候 经常犯的错 第一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哎呀 EAED好像看起来 比较容易进 它的acceptance rate 好高啊 你看 亨利亚 它是它那个 RD的四倍 那我要申请 这些 Init School 我要申请 EAED 就是是一个 非常错误的想法 为什么呢 这么说吧 因为我最喜欢 打的一个比方 每年我都要用到这个 EAED这个 pool 这个游泳池 OK 我们来想象 一个小一点 小的游泳池 这个小游泳池里面 有shark 有鲨鱼 有go fish 有小鲸鱼 Admission Office 先看到哪一个 当然是看到大鲨鱼 对不对 我把鲨鱼先挑走 OK 我一滴满了 你小鲸鱼怎么办 因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被大鲸鱼吃掉了 这就是你直接被rejected OK 另外一个结果 哎呀 这里还有几个小鲸鱼 把它放在那个 大一点的游泳池 因为我们这个 小游泳池 我这个选完了 我这个水要把它抽掉了 小鲸鱼放到大游泳池里面 那大游泳池是什么 大游泳池是RD OK Regular decision 所以你会被defer OK 所以在做这个EAED学校 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要知道说 你的这个学校 你对于这个学校来说 你是鲨鱼还是小鲸鱼 OK 如果这个学校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一个 reachable的reach OK 是够得到的reach 是一种 那如果说这个学校 它都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 unreachable的reach 是一个dream OK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是不建议浪费 这个EED的这个chance OK 那第二个误区是 我要申请 as many EAED school as possible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早早地 把我的application做完 然后我就可以 等着结果出来 后面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过这个Christmas和New Year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RD在这个Christmas和New Year之后 但是问题是 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花在这个EAED上 尤其是一些比较拖的学生 拖延症的学生 年年有 对 你有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你的执行能力 能不能支持你完成你的这个想法 我们的EAED school 就拿这个Michigan来说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这个是大功效 三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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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篇还是长的 那 那 其他的这个 这个我们说 EAED的学校 PEN PEN的 Writing Supplement 是一个one page 是一个长的 不是一个短的 小 所以你要申请 这些学校的时候 你要想到说 OK 我到底有没有能力 可以完成这么多学校的 这个 一个 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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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workflow 这个workflow 非常大 所以 在这个 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 就是要去看说 OK 这些学校到底要求一些什么东西 包括说 要看看自己 我开学以后 下面的时候 当然 时间会相对 会多一些 但是你想想 开学以后 你到底有多少个AP课要准备 你到底有多少个课 你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包括说 一些sports方面的 那你有没有part time job OK 所以在这个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全面的 对自己有全面的了解 包括说自己的这个效率 对 所以再来做这个决定 OK 那 接下来的话 是 对safety school 经常 很多孩子在选择safety school的时候 就觉得说 这个学校反正是safety school 那我就 随便申请几个 就是好径的就好了 但是 其实这边的话 我会建议学生在选择safety school的时候 也去选择一些 自己 就算你前面的学校没有遇到 你去了这个学校 你也不会觉得很难受 OK 这个学校是一个 也是你喜欢的一个环境 它虽然说可能在排名上面 不如以前面的学校那么高 但是它从整个环境来说 从整个资源来说 都是一个适合你的学校 因为怎么说 还是希望学生在 接下来的四年的大学生活里面 还是要非常愉快地度过 包括说 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好好上 那有的时候 其实有些孩子去到一些 可能相对来说 排名差一点的学校 他其实在那边的话 怎么说呢 我们说的 话超一点 到做鸡和不做凤文 对 其实这些孩子最后 在这个学校的表现 也是非常 算是top student 那最后的话 在先进graduate school的时候 也是一个有不错的表现 OK 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的话 这个是甚至一些好学生 会跟我说的话 OK 我就是想申请这些学校 因为它是个Ivy 它是个腾校 我就是想申请个腾校 那么这边的话呢 首先一个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多我们的大多数的 私立学校 他非常care 你对他的这个学校 了解多少 你对他的了解 会直接反映在 你写的东西上面 那么这边的话 其实我是引用到了 一本书上面 有一个学生 在被这个Harvard reject掉以后 OK 他说这个Harvard啊 这个学校 他的这个rejection letter 写得非常漂亮 OK 但是在他申请这些 他为什么申请呢 就是因为他爸爸说 就是 嗯 这是Harvard 你就申请不对了 OK 所以这个话 我引用这句话 其实会觉得有一点 有意思 当时看到 第一点看到 这个学生说的话以后 开始觉得很有趣 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说 其实自己的学生 很多都在犯同样的错误 OK 包括说家长 这是个腾校 你申请就对了 怎么样你都试试看 这是个腾校 反正你就申请 就是你有 就是也不知道说 他到底是不是 他到底有offer哪些东西 是跟你的兴趣 跟你将来的目标 是match 这是一个很大 的兴趣 OK 我们可以进行 好的 谢谢陈老师今天的分享 感谢陈老师今天的讲座和分享 那陈老师也是一如既往的 非常的efficient 精简 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如果接下来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 Enlightings的服务 那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有一个家长的微信群 那我们会在群中发布我们这些讲座预告啊 还有我们的一些干货的文章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我微信 我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不见不散